《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歡迎大家下午來到我們的講堂 今天我們還是請馬生教授給我們做一個講座 我們知道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 在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場浩大的社會運動 歷史上全稱是叫做文化大革命 也叫做文化大革命 或者簡稱文革 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中國政府的官方對文革持的是否定的態度 但民間還是有一些不同的生命 馬生教授作為一個海外從事文學藝術研究的學者 在思想上也受到了文革的激漲衝擊 以至於他辭掉了這個工作 重新去學習社會學來研究這種狀況 馬生教授寫下了三部專著 一部是北京的故事 還有一部叫《中國文化的基層架構》 再一個是《大陸網路的困惑》 不久以前馬教授跟我們講了一次講座 講了西化爛朝中的中國現代文學 今天馬教授要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 來跟我們談談 從文學和受學的角度 怎麼樣看來文革 馬教授是一個著名的學者 筆名飛揚 木澤 樂木 文艷白等等 所以出生在山東省 在台灣十二大學國文研究所 獲得碩士學位 在UBC獲得國師學位 先後執教於中國大陸 台灣 歐洲 北美多數大學 創作了大量的小說 賞文和戲劇 以及其他的學術專注 融獲了第一屆武士文學獎 府城文學特殊工學獎等等 那下面我們就有熱烈的掌聲 歡迎馬教授講座 歡迎馬教授 這個非雜論壇的同仁 陳先生 黨先生 朱先生 還有各位來參與論壇的各位貴賓 大家好 其實我應該沒有什麼資格來談文革 我是在文革的時候沒有親身經歷 在座的我就知道像陳先生親身經歷過文革 恐怕還有很多人都是親身經歷過文革 文化大革命的 我等於是一個局外人 從國外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就說 這個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因身在此山中 所以在文革之中的人也不見得就看得很全面 所以在文革之外的人也不見得完全看不出一個門路來 這就是我想在這裡我還是可以講一講文革的原因 這也是雖然是一個局外人也可以有一個局外人的觀點和局外人的看法 也可以使我們了解文革更深層了解的另外一種途徑吧 其實我也不能完全說是局外人 第一個我對文革的經歷經過感動深受 說文革大陸上同胞受的痛苦 我在國外雖然本身沒有受到 可是心理打擊很大 心理上是非常非常感動深受 同時另外我也不完全是一個局外人 這個等我講完了以後 我就會明瞭了 所以我現在呢 首先呢 就是先從我跟這個 怎麼認識文革 和這個根據文革的中間的 一種給我個人的生命的里程 有什麼連帶關係的問題 先說一說 從這個地方開始 其實啊 我雖然是後來到了國外 可是我是在國內長大 我的小學 我一直在國內念到高中二年級 我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才去了台灣 所以等於是十五六歲以前 都是大陸的經驗 跟各位完全一樣的 我還有一個特殊的經驗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我曾經經過了三次解放 就是第一次解放是在我的故鄉 齊鶴縣 第二次解放是在濟南 第三次解放是在北京 所以這個我感覺共產黨是跟著我走的 我在集合的時候他把我解放了 我就跑掉了 跑到濟南去上學 他又把我解放了 那我在濟南又跑了 我跑到北京去 終於還是把我解放了 所以我沒地方跑了 最後跑到台灣去 所以這個經歷也可能有一點特殊 我先說我在最早的一次解放 是那個齊鶴縣城的解放 那個是在1945年 就是勝利那年 那勝利的時候 我們那個小縣城啊 還是 縣城裡邊 還是所謂的二鬼子 二鬼子就是汪精衛的部隊 就是中國人 但不是日本人 但是他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就是汪維政府了 那個縣長就是汪維政府指派的 可是很有意思那時候 齊鶴這個縣 縣城裡邊 是所謂的汪維政府的縣長 在縣城外邊 還有兩個縣長 一個縣長是 依附於重慶中央的 就是國民黨 一個縣長是依附於 一安安共產黨 所以有兩個地下縣長 一個國民黨的縣長 一個共產黨的縣長 再加上一個王天貴的縣長 這一個縣就有三個縣長 當然力量不一樣 真正台面上呢 是縣城裡邊的 這國民黨的和共產黨的 都是地下縣長 就是不能公開活動 可是勝利啊 這一勝利以後啊 情形完全轉變了 第一個 完全國民黨的地下工作 浮起來了 他以前也不說他是國民黨 他馬上出來 哦是國民黨 我要把這些漢奸抓起來 就出來把漢奸放到監獄裡邊去了 那就是 可是他只是國民黨的 臨散的幾個人而已 國民黨的軍隊還沒有到 所以他還要利用啊 這個 所謂二鬼子 就是王天貴的部隊來守城 要等這個國民黨的軍隊來了接受 所以那個時候是非常微妙的關係 就在這個時候呢 鄉下的共產黨的 就看准了這個時期 就來攻城 這個共產黨的這個部隊 好像是聶龍珍的部隊那時候 還有土共 也就是當時的地方的共產黨 那工程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 我第一次領教授 我什麼叫做人海戰術 所以當時工程是這樣的 守城的人除了這個 所謂的汪天貴的部隊以外呢 他要每一家出一個人 來幫這圈守城 因為精力不夠 所以我們家裡啊 那我非常小 我只有十二歲了 所以不能去 就正好我有一個表哥在家裡 他比我大四歲 他大概是十六歲 他就被抓了去幫著守城 所以那天守著半夜 我們剛聽到兩聲槍響 我這個表哥就跑回來了 他說共產黨已經攻進來了 我說怎麼這麼快的攻進來 他說沒有辦法 他說共產黨的前面全是農民 一大批大批農民湧過來 那守城的人不能開槍吧 這是怎麼打農民的 不能開槍 這一不開槍 共產黨的後面的軍隊趕上來 就爬上來了 爬上來 上面人就一哄二散 就是很容易很容易 就把這個 契合城給攻破了 所以攻破了以後呢 也很有意思 因為我父親年輕的時候 上小學有很多同學 他們有很多同學 說在他同學裡邊 有國民黨的 有共產黨的 什麼黨的都有 說那時候 就有我父親的同學 是共產黨的要員了 就跑到我家裡去就說 你們母子有沒有受驚啊 什麼什麼 不要害怕 那有什麼事情 就找我就好了 不要害怕 因為我們家裡是個大家族 是一個屬於 應該是屬於地圖 那種 那種 值得有問題的家庭 他就像我們保證了 老師是沒有問題 另外他又說 另外他又說 另外他對我說 你父親的 另外還有一個同學 就做你 你這區的區長 他也會保護你的 你不要害怕 所以我們跟你父親 都是敗把的兄弟 所以你不必為這個擔心 可是我父親是國民黨 他完全不是一個黨的 這個 然後那個 為了這個 關係弄好一點嗎 我們家裡就請這個 區長啊 什麼 請這 共產黨官員到家裡來吃飯 第一個發現不一樣 他跟國民黨 就是 他的護兵 跟他一起上桌吃飯 這個在國民黨很少看到 國民黨的官員 在護兵一定不可以跟長官做在一起 可是共產黨是 我們很佩服的 是共產黨平等 就是長官和部署做在一起 另外一件事情 對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個共產黨的一個軍人 大概是負責宣傳工作 就到我們家來借一根針 一條線 借了以後 第二天就還回來 又是那根針 才算線 他就告訴我 你看我們共產黨 借一根針 一條線 都會還回來 我們共產黨好不好 當然很好啊 可是我覺得 這好像在表演 對 借一根針 一條線有沒有用 然後又還回來 還是那根針 那條線 這有什麼意義呢 他表演 因為正好相反呢 我到街上走路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學生嘛 穿了個制服嘛 可是 就被另外共產黨的士兵 叫我把衣服脫下來 因為我裡面還有別的衣服 幸虧 他說 你這個衣服啊 是機器做的 不是手工做的 有問題 你有問題 他說我有問題 我說有什麼問題 他說 你怎麼穿機器衣呢 那一般人都是手工衣啊 我穿就是手工衣啊 他說我們共產黨 不准對人民這樣做 你一定是有問題的 我說我是學生 有什麼問題 他不管 他把衣服拿走 我說你還我的衣服 我追上 但是追不上他 他就拿跑了 我就想 一個兵去還軍針線 另外一個兵搶我的衣服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哪個是真正的共產黨 所以我對共產黨就很有點不相信他 引起我的懷疑 同時那位送針線的人 又給我講了一個鐘頭 給我做宣傳 他說你要知道 我們怎麼怎麼樣 這個現在啊 這個中央軍啊 都被紅軍包圍了 就馬上就要消滅 所以紅軍馬上就要完全勝利了 可是那時候我明明知道 所有的大都市 還都是中央軍 還都是國民黨的軍隊 共產黨只是在鄉下而已 是不是 所以他的話 我覺得說的有點 太嚴過其實 所以就沒有信任感 另外一個 是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們召開民眾大會 就在我們家庭的前面的廣場裡邊 因為我們是一個大家庭 是一個大的 大門和中間地 前面有個廣場 就在廣場裡邊召開這個人民大會 那我這小孩子 我也過去看一看 我就發現啊 在召開大會的時候 所有的大照片全是外國人 因為一個是馬克思 一個是恩格斯 一個是列寧 一個是史達林 還有一個是毛澤東 這五個大照相 只有一個是中國人 其他四個都是外國人 因為那時候我們常聽人家說 共產黨根本是外國的一個黨 不是中國的黨 那時候我覺得 坐實了嘛 你看他拜的這些神像 都是外國人 哪裏有 只有一個中國人 我還不認識的時候 那個中國人就是毛澤東 我現在想起來 可是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他是誰 可是其他的人打鬍子的 一看就是外國人嘛 所以我對共產黨 第一個 覺得他很虛偽 他來做宣傳 第二個 覺得很恐怖 因為他好像 不是中國人的一個政黨 是一個外國來的政黨 所以就心存有種恐懼感 雖然我年紀不大 但是已經有這個恐懼感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 我們就離開了那個縣城 當然以後 國民黨的軍隊來了以後 這個共產黨就撤走了 那是以後的事情 可是我們就搬到濟南去了 搬到濟南因為大城市 就在濟南上學 所以濟南上學 又經到1948年的解放濟南 那次的很殘烈 非常的殘烈 就是我是經過那一趟戰爭 這個我們家的房子啊 沒有一個武警室有的了 都被打穿了 被炮彈打穿了 所以我們一家人沒有受傷 是因為有先見之明 在這個戰爭以前 就在院子裡挖了一個地洞 在那個炮戰的時候 大家都鑽到地洞裡邊去 所以房子打穿了 可是人沒有受傷 那麼第二天 解放了以後 你就跑出來了 我跑出來的時候 就是看到所有的濟南市的房子 不要說是十時九空 是十時時空 沒有一個人 除了十時以外 沒有一個活人了 那個時候 我已經是十五歲了 那十五歲 就給我一個舅舅 比我大幾歲 一個叔叔比我大幾歲 三個人已經跑出來 跑出來以後呢 我們說不能再回去了 太危險了 那時候 共產黨佔了濟南以後 國民黨的飛機還在轟炸掃射 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們就決定 往北走 為什麼往北走呢 因為我父親還在北京做事任職 所以要去投奔我的父親 那麼我們就 身上沒有分文 從濟南步行到天津 走了七八天 所以那個時候幸虧啊 鄉下農民還都非常的和善 還給一頓飯吃啊 讓你住一夜啊 都沒有問題 直到你是逃難的 就是說給你吃飯 給你住宿 都是免費的等於是 那為什麼呢 就是那時候農民真的很好 所以我們跑到天津 然後從天津又坐火車到了北京 找到父親 可是又過了不到一年呢 北京又解放了 那北京那次解放是和談嘛 就是傅作義的和談 那麼解放以後 因為我父親任軍職 他就先撤退走了 走了以後呢 可是我他沒有帶我走 我就留在北京 就經驗到這個歡迎林彪的部隊進城 我也去參加了 然後我說我們怎麼辦呢 那我的舅舅呢就參加了南下工作團 所以南下工作團解放 到長江以南了 參加南下工作團 那時候我看我怎麼辦呢 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 正好人民大學招生 第一屆 更要成立人民大學在北京招生 那我就給我的表哥去考 那他沒有考取 我就考取了 那時候所謂考 也是很簡單 就是問你幾個問題而已 那我大概答的還不錯 所以他就說 好了你錄取了 你就來報名吧 我那時候就在考慮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呢 我父親派他的衛士 就是又從青島過來看我們 也就是說 看我願意不願意走 那時候我就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跟我父親的衛士 到青島區跟我父親會合 另外一個呢 就是留下來念人民大學 當時就是因為我對共產黨個人的一種觀感 我就選擇第二條路 就不去念人民大學 就到青島去 那時候 共產黨每解放一個城 都要難民跑出去 並沒有組織人民出去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使 比如說那時候青島還沒有解放了 他要讓這個難民到青島去 到青島去 是他一個政策 去使青島市增加負擔 去吃啊什麼的負擔 這個解放的 地區的人民 可以隨便走 可以隨便離開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輕易的離開了 然後 經過濟南 我又去看我的母親 我母親還留在近南 那所以 但是我不能跟我母親去走 因為那時候 還不知道將來的命運如何 認為這種的逃難是一種短期的事情 沒有想到 這一別好像就是永久一樣的 所以跟我母親分別以後 就要到青島 會合了父親 然後 坐船到上海 又坐船到台灣 我是這樣到台灣 到台灣以後 到台灣以後 就完全離開了我的母親 母親就在大陸 可是到台灣以後 等我這個念完大學 這個又念完研究所 在師大所講師的時候 我就忽然想到出國留學的問題 出國留學那時候 因為經濟輕鬆也很困難嘛 那麼就 勢必需要一個獎助金獎學金 所以我就參加了那個 留法獎學金的考試 那時候法國政府每年送給台灣 三名獎學金 法國政府獎學金 就是全部獎學金 這個 當然有 有許多人根本沒有看好我 就考得去 因為我是 中文系中研究所畢業的 因為考這個 留法獎學金 多半法文要很好 就是 多半是外文系的 其實 可是我很幸運的 以第二名考取 第一名是外文系的 第二名就是我 他們都覺得很奇怪 怎麼馬層會考取這個留法獎學金呢 他不知道 我一直喜歡法國文學和法國電影 所以我一直自修法文 所以也選過法文的課 所以對法文我是自學的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所以我考取了 他們都覺得很意外 其實對我來說 並不完全意外 就是 那時候在台灣多半都是留美的 多半都是要到 唸英文到美國留學 留歐洲的人比較少 那麼我有這個機會到了法國 到法國以後呢 開始我是唸電影和戲劇的 就是我的專修是導演 那麼 第一件事情 我就想辦法 跟大陸的母親取得聯繫 可是我寫了很多信 都沒有回信 那當時呢 我們知道大陸正在鬧饑荒 就是 六零六一年那個時候 就是在 三年 饑荒的時期 我就很擔心我母親 到底還在不在 人還在不在 所以後來終於接到他的回信 還在 我知道還在 所以我就開始 從那時候開始 每天給他寄東西 每天寄米啊 寄麵啊 寄巧克力啊 寄糖 反正吃的東西都寄 我每天寄的原因 就是希望他每天可以收到 當然我知道 後來我知道他不是每天收到 他是隔一陣子就收到一大堆 但是 他後來告訴我 幸虧我寄這些東西 使他沒有餓死的 所以 那時候想起來真是非常悲慘 那麼 最麻煩的事實呢 是那個時候 我雖然對共產黨 有時有許的經驗 可是還是不夠 認識不夠 當時呢 在台灣是反共的一個地區 所以禁止我們看 共產黨的所有書籍 看不到 所以台灣留學生到國外以後 第一件事情 就是拼命接觸大陸的宣傳品 那我也不例外 我在巴黎 就是馬上就要到 專門賣中國大陸宣傳書記的書記 去找資料來看 看看大陸到底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當然看了半天也會受到影響 中國站起來了 中國有原子彈了 我可以感到很興奮 中國已經不是像從前清朝末年 那麼受人欺負的一個地區了 所以心裡感到很安慰 那個時候我在想 是不是我可以回去 回大陸去 因為我剛剛結婚不久那時候 在法國結婚 那我的太太呢 又是法國學生的左派分子 這就是為什麼她會看上中國人 因為她可能是左派分子 所以 我說要去中國大陸 她非常贊成 她說她太好了 太好了這個經驗 她就非常贊成去中國大陸 我就利用這個 我們度蜜月的時間 到北歐 正好我有一個 挪威的同學 邀請我去過一個暑假 我就到挪威去 順便度蜜月 利用那個機會呢 那個時候 法國和中國大陸 還沒有建交 還沒有關係 那麼到了挪威的奧斯羅 是由中國駐奧斯羅的大使館 我就跟我太太跑到大使館裡去了 那在大使館的時候 那個門戶很緊的 門關得嚴嚴的 我們敲了半天門才敲進去 他們一聽說我是台灣來的 那個大使館的人臉都白了 好像是很嚴重的問題 好像 我不曉得做什麼 是不是 我只是很單純的來說 我說我是台灣來的沒有錯 但是我是大陸出生的 我很想回國去看看 有沒有可能性啊 他說不知道 要去報備 要去報告國內 看情形 所以這是第一次 我又重新給大陸取得聯絡 那我回到巴黎不久呢 就接到中共駐瑞士大使館的信 邀請我過去面談 那我就去了 我就去面談 他們擺了一桌聖宴來管代我 這個說歡迎我 歡迎我回國 歡迎我回去 這個說了很多好話 他並且告訴我 我還有另外一個同學 是台大歷史系畢業的 也是發過留學的 他說 他也跟我們有聯繫 本來我們中間還不知道 彼此的這種問題 都很保密的嘛 他說 這個某某人 他就要回國去 他說 他現在啊 因為這個 留法獎學金已經過期了 所以需要我們 國內資助他 修完他的博士學位 所以我們會資助他 但你回去啊 可以給他聯繫 沒有問題 我回到巴黎以後 我當然就找這個東西 我說 你要回國 是不是 他本來聽了以後還很驚訝 因為他不知道 這個大使館的大使館 要洩漏他的秘密啊 他說 是 因為他哥哥 擔任 中共駐瑞典大使館的大使 說他有個家庭成分 是家裡有共產黨 所以他回去 是沒有問題了 好像是 可是那個時候呢 正是文革要開始的時候 就是1966年 這那年 我現在再回過頭來 補充一下我個人的問題 因為我跟我母親 取得聯繫以後啊 我去寫信 把這個意思告訴我的母親 我說 我回去工作好不好 我回去工作 你一個人在大國太孤單了 這樣也可以有個照顧 可是我母親回去 從來不提這件事 她也不說可以 也不說不可以 好像沒有聽到這句話 我寫了好幾次都沒有答案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就過她的研究 可是我母親為什麼不提這件事 是不是意思是不讓我回去 她不提這件事什麼意思 我就擔心她是否決我回去的這個看法 而不敢寫不讓我回去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找到 在巴黎我們留學生很熟悉的一位神父 叫黃神父 一個中國神父 黃神父為什麼特別呢 因為她過去是共產黨 她是從共產黨轉變成天主教的神父 她前半生是共產黨 她是給鄧小平他們同學的 那一代同學的 後來她離開共產黨 就信仰了天主教 變成神父 我就請黃神父到家來吃飯 就要請教了這個問題 我說我想回國內工作 大陸工作 黃神父你看怎麼樣 你有什麼建議沒有 黃神父就說 這個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要自己決定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她說 如果你犯了錯誤 在西方天主教 你懺悔 你說我錯了 我錯了 天主教會原諒你 你錯了就原諒你吧 她說 共產黨不是這樣 你錯了 還要懲罰你 不管你怎麼悔過 都沒有用 我這一聽了 就把我嚇住了 嚇住了 就要引起我幼年時候 對共產黨那個恐懼感 和那個不相信的 那個心理又出來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這麼困難 我就跟我太太說 我說你不要忘想了 可能不應該回去 因為不能回去 我就想辦法 把我母親接出來 可是那個時候 非常非常困難 從大陸出國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而且我母親又患了很嚴重的肺病 我跟她的醫生通信 她說你母親的病是很麻煩的 因為她的病菌已經有抗藥性 我們國內的藥都沒有用了 她是大概不會很久了她的生命 我更害怕了這個時候 我說怎麼辦呢 可是那時候正好有一個機會 就是法國和中國大陸建交了 地人建交 那我就想辦法 我說母親你申請出國好了 我母親申請了 可是沒有下文 那後來我就寫信去追問 那麼接到那個山東省 竟然是政府一個回信 她說你母親出去可以 但是她進不去法國 除非你法國有個保證 她可以進法國 我們才能給她護照 不然的話我們跟她護照也沒有用 她進不去 因為她生病 這又把我難助了 因為一般的國家 常常你生病的人不准你進來 那個時候正好是中法現交 那麼法國駐北京的大使館的大使 正好有一點關係 給我太太的親戚 家裡有一點關係 就是認識這個人 那麼藉著這一點關係呢 我就寫信問她 我說站在人道的立場 是不是可以請你幫個忙 使我母親能夠入境法國 也就是說你大使館出一封信給中國政府 說我保證這個人可以進法國 結果這個大使就答應這個問題 他說可以 但是人道立場可以這樣做 這封信寫了以後呢 就寄給中國政府 很久沒有回信 那我沒有辦法 我只好寫信 想給一個高級的領導 那時候當然我想到毛澤東 可是說毛澤東一定不會理我 後來我就想到周恩來 就寫給周恩來 周恩來也沒有回信 但是他把護照送到我家裡去了 所以周恩來這個人還是有一點人情味 我覺得 他雖然沒有回我的信 但是他辦了這件事 就是說 發了一個護照給我母親 讓我母親可以離開中國 所以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母親從濟南到北京 從北京經過莫斯科 還沒有直飛的飛進的時候 經過莫斯科轉機 才到巴黎 給我們匯合 所以那個在我生命中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母親到了發揮以後 當然我就知道 文革開始以前 對 66年 66年文革沒開始以前 就是剛要開始 還沒有開始 就是我母親出來的時候 文革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開始 他就到了 和巴黎和米傳聚 是 對 可能一開始就麻煩了 文革一開始 是連續中法建交以後 對 對 就在中法建交的那一年 就是在那個關口上 很幸運的出來 如果是再晚一點時間 可能就出不來了 就有這個文革的問題了 那時候文革還沒有 所以 我母親雖然接觸來 但是我對中國大陸 了解的更多了一些 從我母親那裡 可以了解到 很多 大陸實況 譬如我們家裡 有很多親戚朋友 都餓死的這些問題 都知道了 那個時候 我在巴黎有兩件事情 這件事情 跟文革有一點關係 第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年 台灣那時候建交以前 還是台灣給法國 是 有助法的大使館的時候 他們大使館就委託我 辦一個慶祝雙世節的晚會 因為那時候我的主秀是導演 他就委託我做這件事 我就跟他組織了一個晚會 那麼這個晚會 我們需要有一個 法文和普通話都說得非常好 而且 那些人才出眾的人 做這個報幕 做這個 這個政科報幕 介紹節目的 這麼一位人 就經過人介紹了 介紹了千條飯店的 老闆的太太 一位馬太太跟我同姓 這馬太太來做這件事 果然做得很好 她是 法文又講得好 普通話也講得好 她是過去中國住法工時的女兒 受過很好的教育 因為她每次都來看我們彩排 所以她的先生有時候也來接她 我又認識了她的先生 她的先生是誰呢 就是馬少章 她原名叫馬紀良 在座可能有人知道 她另外一個名字叫唐納 唐納是誰呀 是江青的前夫 江青的前夫 所以我就認識了江青的前夫 所以馬先生跟我同姓 文革一開始呢 她就失蹤不見了 那為什麼呢 大家就說她害怕了 她害怕江青會派人來暗殺她 所以她就失蹤了 所以她這個恐怖館 對文革的恐怖是有一點帶來 這是一件事情跟文革有關係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還沒有離開法文 就是到了1967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大陸在討論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根據姚克的舞台劇改編的 姚克舞台劇的清宮院 改編成清宮密史 在香港拍的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呢 就是拿到國內去放映 是劉少奇下令進去的 所以劉少奇就說 這部電影是一部愛國的電影 所以讓她進來放映 可是沒想到過了一個時期呢 就有人說 大概是毛主席還是誰 就說 這不是愛國電影 是個賣國電影 就從這裡開始對劉少奇來批判 是一個打破批判劉少奇的缺口 可以說 那麼因為這個清宮密史的問題 在中國大陸鬧得非常的火紅 就是報紙上常常會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姚克本來是在香港 大家不太知道他是誰了 他已經過期的製作家了 但是他那時候在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書 他忽然又受到註意了 變成一個很有名的劇作家姚克 所以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姚克的一封信 他就說 你是學戲劇的 你又在法國留學的 你能不能把我這個清宮院翻成法文 我當時也覺得很有興趣 他要我把這個清宮院給他翻成法文 當時呢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年我應接到墨西哥的聘書 要到墨西哥去成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 所以我馬上就要起承走了 我只好給他回信說抱歉 說我另外給你介紹一個朋友 我說這個從中文翻成法文 最好找一個法國漢學家更好 也就是說他無語是法文的 他是同時又通中文的 那比我更合適 那麼我給介紹了一位朋友 有沒有翻譯我就不知道了 後來那我就把這個事情推掉了 所以這個跟文革也是有關係 因此那時候文革 我就特別注意文革的消息 我是1967年到了墨西哥 到墨西哥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正是開始非常熱鬧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我大概是每天都要看報紙 每天都要聽廣播 每天都要注意這個國內的活動 就是全心全意的就受到文革的吸引 可是我越看滿越覺得不了解文革 怎麼可能會弄到學生 鬥爭老師 兒女鬥爭父母 最後像劉少奇這樣的國家主席 怎麼又變成國民黨的特務 和這個完全反革命 完全是一個實惡不適樂的人 實惡不適的人怎麼在共產黨裡邊做領導做了這麼多年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讓人不了解 到了最後我們知道 親近的接班人林彪 又架機逃亡摔死在外蒙古 所以這種情形整個過去啊 讓我感到既痛苦又迷惑 不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一直到文革過去 中國大陸還是認為 這是四人幫的禍害 這是林彪的禍害 還是沒有說 四人幫為什麼有這能力做這個事 林彪為什麼有能力做這個事 是不是 那麼誰是最後的負責人 誰是真正發動文革的人 誰是發動文革 為什麼要發動文革 是基於什麼原因發動文革 而為什麼所有的中國人這麼聽話 在指揮棒一搖之下都跟著起舞 沒有人反抗 沒有人反抗 一直一直一直到毛澤東去世 才有這個四人幫垮台的問題出現 是不是 所以這許多的經過啊 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說我完全不了解這個問題 作為一個學文學的 和一個學藝術的 學戲劇的 電影的 完全不能分析這個問題 但是當時呢 我有種直接的感覺 感受 我之前的感受呢 我也發揮了一下 也就是說 我寫了一連串的故事 反應文革的故事 就是那個北京的故事 我就給各位來介紹一下 這個北京的故事呢 是我在墨西哥的時候寫完成的 那麼 這個有不同的版本 這個都是不同的版本 請下面 繼續 這是同樣一本書 不同的出版社 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版本 來下面 這個是法文本 可是為什麼 我又有一個法文本 實在這個北京的故事啊 最先是用法文寫成的 也就是我那時候 剛從法國到墨西哥 那法文還比較熟練啊 沒有忘掉 所以開始寫北京的故事啊 直接用法文寫了 寫了一連串的故事呢 寫成了以後呢 沒有找到出版社 我就想 誒 我還是要把它變成中文 所以第二個版本呢 並不是翻譯的 是我重寫的 用法文寫了一遍 又用中文寫了一遍 那麼這個北京的故事 跟國內很多很多 反映文革的作品 不一樣的這方式 國內反映文革的文學作品 多半都是一種寫實的啦 或者是這個 一種技術的啦 或者是一種 這個 描述一個痛苦的經驗啦 我這個不是 我是用預言的方式 那麼下面有個目錄 我看 你看這個目錄 就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說第一個故事 是天驢 王大爺的驢 玫瑰苑 青青之舞 眉山鬼魂 賴哈巴斯沙 蒼蠅 騎湖 背井烤鴨 漁工的花園 漆夷的流行病 瓜頭長征 英雄這條影子 李玉榮青 這些寫的都不是人 多半都是寫的縱物 用這個縱物 能不能反映文革呢 我想也可以反映 但是不是直接反映 是用預言的方式 來反映的 比如說這個天驢 我是在寫什麼 我就寫 鮮魚在北京 有一天夏天 非常非常的炎熱 那麼有一家人 這個家裡的兩個小孩 一個寡婦 帶她兩個孩子 在院子裡邊乘涼吃飯 吃完飯以後呢 她有一個鄰居 這個鄰居是追求寡婦的 但是寡婦 她還是老觀念 不要再結婚 所以一直拒絕她 但是呢 她還是常常來幫忙 到這個家庭來 所以那天她也來了 跟她兩個孩子吃完飯喝茶 就忽然看見天上啊 有種意象 那麼有一個小孩 就說哎呀 天上有一條河 就看到天上有一個天河 然後呢 又看到那個河 在上朝退朝 有很多魚 在退朝的時候啊 留到岸上 忽然 有一個小 這兩個小孩 那個嬌小的小孩 就說哎呀 有一條魚掉下來了 就說著說著 那條魚 真的就掉下來了 掉了她的院子裡 哎呀 這不得了 這條天魚 從天上掉下來的魚 那麼這條魚 應該怎麼辦呢 她母親說 從前嘛 在有帝王的時候呢 我們要獻給皇帝 是不是 現在呢 只能獻給毛主席嘛 獻給主席嘛 我們裡面沒有說毛主席 是獻給主席 因為主席就跟皇帝一樣了 所以他們就獻給主席 可是這條魚呢 獻給主席 是一層層 從區域 獻到市 從市 獻到中央委員會 然後到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呢 才是主席嘛 是不是 所以 這一折騰呢 就折騰了兩天 所以到了主席那裡以後呢 主席說這是什麼 說這是偏魚 那主席打開一看 哎呀 就臭了 那個魚已經發臭了 所以主席說 他說 怎麼拿這臭魚來給我 這就是鮮魚 我也不會吃的 那我吃的魚 哪裏是從外邊來的 是不是 所以就 讓那個衛士啊 丟到那個廚房 旁邊的垃圾桶裡邊去 哎 這個時候那個廚師 就是專門負責給主席做飯的廚師啊 他本來就是 慈禧太后的獄廚的兒子 所以他現在給主席來做飯 他就很好奇 他就過去打開那個箱 他說 你丟的什麼東西啊 他一看呢 哎 一條魚 一看 哎 很新鮮啊 魚完全沒有臭啊 是新鮮的 他就拿來 他就說 哎呀 父親從前給我說過 這個 天上的魚啊 如果吃了以後 會長生不老的 所以 怎麼知道是不是 真正的天魚和普通的魚呢 他說 只要把那個魚拋開來 有魚死的話 把魚子放在鍋裡邊一煎 如果要煎不死 那就是天魚 所以他就試了試 把魚拋開 果然是個母魚 裡面有魚子 然後放在鍋裡一煎 哎 那個魚子一直在撬動 撬動 撬動 他就說 這真的是天魚 不是一個普通魚 他就把他吃掉了 這個廚師就吃掉了 這個廚師本來是五六十歲的人 可是第二天 一起來以後啊 他一照鏡子不認識書記了 哈哈哈哈 因為他變成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 非常英俊非常年輕 所以主席聽了以後啊 當然非常的懊悔這件事情 因為他自己沒有吃到 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這麼一個廚師 這麼一個年輕漂亮的小伙子 他也不敢留在家裡了 他就派他去抗美援朝了 去抗美援朝了 所以去輸出革命了 就做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故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要講一下這個故事經過 可是這個故事也並不是憑空來的 為什麼會有靈感想到這個天宇的故事 因為在我幼年的時候啊 我們家齊鶴縣啊 是近離黃河 黃河從南門外經過 然後直而向北流 就是從東門外又經過兩次 就是齊鶴縣城就在那個黃河那個壯灣的地方 所以每次黃河發大水啊 齊鶴都非常危險 就是很容易被淹的 可是始終沒有淹過 有一天我記得很清楚 我小的時候 夏天暴雨以後 那時候我們的院子都是青石骨地的 鑽地的院子 忽然有條魚從天上釣下來 這真的 這不是預言 這不是神話 是真的 有條魚釣下來 那我們就說 那一定是黃河 是龍吸了黃河的水 然後下大魚 然後又噴下來 所以噴到我院子那條魚 他說我要給你吃 這個魚一定是黃河 他就給我吃了 因為我小時候多病身體非常不好 吃了以後 果然身體會好起來了 這當然是一個偶合 是個偶然現象 你不能當它一個神話看 可是這件事情在我的記憶裡面非常深刻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寫到天語這樣的預言 所以它並不是憑空獨撰的 它多少有一點來頭 其他的 我舉幾個例子 漁工的花園 就是說 北京有一個老頭很頑固 他有一個花園 他在清朝的時候呢 完全都種黃顏色的花 因為黃花是代表皇家的 以黃為貴 可是到了革命以後 49年以後呢 他又開始種紅色的花 就全部種紅色的花 可是我們知道 這個花呢 是很容易變種的 變色的 黃色的容易變 紅色的也容易變 就是說 你維持不久呢 他就變種別的顏色 所以這個老頭呢 就很努力 一要看到不同的顏色 把它拔掉 把它剪掉 一定要維持 他這個花園變成一個紅色的花園 所以因此為這個緣故呢 所以啊 政府就派了很多人 向漁工來學習 向這個 原來人家叫做老頑固 可是後來人家叫做漁工 因為漁工比較時髦了 那時候 所以向他來學習 有這個小說家啦 有這個 舞蹈家啦 音樂家啦 各種各樣的 都來學習 所以小說家就說 啊 我們也是一樣啊 我們寫小說啊 我們寫紅顏啊 我們寫紅日啊 我們寫紅這個 紅那個 都是紅的嗎 紅其樸啊 等等等等 這個舞蹈家 音樂家說 啊 我們寫紅色娘子巾 都是紅的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寫紅的 所以 我們這是一個很偉大的時代 大家 都是 紅 都是紅的 可是 這個以後呢 這個老頭 不管怎麼樣經營 這個 紅色變色很快 就是 他今天是紅的 還不到晚上呢 就變成紫的啦 變成藍的啦 變成別的顏色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弄來弄去啊 就變成一個多彩的花園 而不是紅色的 所以政府只好把它灌起來了 就不來學習了 這也是一個預言的故事啊 我就不詳細的解說了 你們看題目大概 就可以猜到裡面的內容大概是什麼 所以這樣的一種表現 是一種純感受的 就是我感受到文革的一些問題 我用文學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 可是後來我覺得好像不夠 這是一種純感受的 我想很多很多表現文革的文學作品 多半都給我一樣 都是一種感受的感情的問題 而不是一種理性的分析 那麼就好像這個陳倩剛才介紹所說的 我那時候就非常非常想了 怎麼要來分析文革的來龍去脈 分析文革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現象 為什麼一個人的力量有這麼大 可以發動一個全國的運動 而所有的人居然都跟從它 沒有意義沒有不同的聲音 到底這是一個什麼緣故 這就是什麼我決定了 要再重新學一個社會科學的原因 所以我決定 我說我一定要學一個人類學 或者社會學或者心理學 或者總而言之超出文學 超出文學以外 超出藝術以外 用這個社會學的方法來看 可是當時呢 我在墨西哥教書 也是有一個機緣 這個機緣也就是說 我過去在台灣的時候 曾經在師大做過講師 而教導一部分西方到台灣 學中文的學生 其中包括有美國學生 有歐洲學生都有 可是我出國以後呢 還受到他們的幫助不少 其中有一個比利時的學生 是跟我開始認識中國問題 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 他後來呢 在回國以後 在比利時拿到博士學位 然後又到澳洲去教書 那現在去年他剛剛去世 因為他只比我小兩個歲而已 他剛剛去世 他變成一個非常有名的漢書家 那麼他也是前一任澳洲總理論文的指導老師 那麼這位先生他叫什麼 他原來的名字叫Pierre Reckmane 他有個筆名叫西蒙賴 可能你們會知道西蒙賴 因為他第一本寫中國的書 叫做Lisabine du Pristamont 就是毛澤東的新衣 毛主席的新衣 那麼這本書在西方非常非常有名 為什麼有名呢 就是在溫革時候 西方的漢學界幾乎一面倒的 衝向於崇拜毛主席 他是第一個來批判毛澤東的一個人 那麼他說的是有證據 而且他的文章又寫得特別好 所以這本書一出現 就非常受到歡迎 使很多漢學家啞口無言 他也因為這個而一炮而同 他接二連三寫了很多 有關中國文學中國藝術和中國文化 中國政治的書 他寫了很多一系列的書 所以他後來變得在法國和比利時和澳洲都很有名 也就是說陳若曦出版了一個尹縣長 尹縣長的英文本的序就是他寫的 那麼這個跟我念過書這位朋友們 他有一個幼年同學也是比利時人 在加拿大UBC教社會學 正好那一年就是1971年吧 他到墨西哥去做Fieldwork 也就是說天野調查 就因為我Fieldworkman的關係 他知道我在那裡 所以他就去看我 我一聽說他是學社會學 教社會學 我就非常感興趣 我就說你在哪裡教社會學 他說在UBC 是不是很好的學校 他說很好 那麼我就問他 我說我能不能學社會學 他說為什麼不能啊 當然可以了 我說真的可以嗎 他說可以啊 他說你還年輕了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快四十歲了 也不是那麼年輕了 但是看起來還蠻年輕的 現在也很年輕 他就鼓勵我 我就正好因為文革的問題嘛 就想去學一個社會科學 所以我就申請試一試 可是我的申請呢 因為他需要台灣我過去的一些證書 法國的一些證書都要放上去 還要成績單什麼的 種種種種種 都會合了以後寄給UBC 可是很快UBC就給我一個否定的回信 他說你這個很好 你申請很好 但是你過去的學歷啊 你的碩士學歷 你的學識學歷 你的學識學歷 都給社會學沒關係 只有一門課 我在大學是修的社會學 除了這個以外 跟社會學一點關係沒有 都是文學啊 都是戲劇啊 都是電影啊 都是藝術這方面 文學這方面 他說這樣我們沒有這個權力啊 是對不起的 否定了 我就很失望 那就算了吧 沒有辦法 可是一個星期以後 接到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是UBC的社會學信寫來的 戲主任寫的 社會學信的戲主任說 歡迎你來上一封信作廢 所以我才知道 在加拿大和在台灣和中國大陸不一樣 在台灣是孝說了算 戲說了不算 戲以上又怨 怨以上又孝 最後的決定權是在孝 可是UBC居然在戲 所以戲可以否決校的決定 是不是 學校的註冊組 拒絕了我 可是戲裡要我 所以他就有反案了 我是因為這個緣故 能夠到加拿大和UBC來 所以他馬上就給我一個工作 就是請我做助理 學校的助理 那麼我到了以後 當然我那年又是在墨西哥 是Sabbatic Year 就是我交了五年書 第六年我有全年的薪水 所以我一點問題也沒有 那麼同時呢 我那年到加拿大來又很幸運 我在進口的時候 我帶我的太太兩個小孩一起來 就是全家 我那時候搬過來 就是不想再回墨西哥了 就是全部一家人都來了 在那個入口的海關的時候 那海關的官員說 你這是學生簽證是不是 我說是 他說要不要變成移民簽證 我說可以啊 我說可以這樣做嗎 他說當然你簽個字就可以了 我就簽了個字 就從學生簽證變成移民簽證 所以我進來就是合法的移民 而不是學生 所以我更沒有居留的問題了 就完全解決居留的問題 可是那個時候聽說 內政是可以以後就不可以 所以正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來了以後呢 除了在生物學系做博士研究生以外 還做助理以外 還有在揚州系監課 因為我過去自立嘛 所以我跟葉佳穎變成同事了 在揚州系就認識葉佳穎 葉佳穎也是剛來一年的時候 也是剛剛到這邊不久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我就沒有再回墨西哥去 按道理說 我這個休假完了 應該回去了 可是我就辭職了 就留在這裡了 因為第一年 他給我一個proventional 就是嘗試的一個期間 看看你能不能適應這個環境 能不能繼續念學去 可是第一年的成績還都不錯 都是AAA 所以 我有信心了 就繼續念了 所以花了五年 在UBC研究社會學 也拿到他的博士學問 說五年的時間 這五年的時間 為什麼呢 我還是關注文革 關注文革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比較想研究的是 西方為什麼有資本主義 而中國沒有資本主義 第二個問題 就是中國的文化 為什麼這幾千年來 王朝替代都是換湯不換藥 都是換了一個姓氏 它的社會組織文化性質 還都是差不多一樣的 所以這個許多都是讓我反思 造成文革的社會原因和社會背景 那現在我就請看看第二個 第二本書 我後來寫了一本書是 《中國文化的基層架構》 這個有個目錄 也請各位參考一下這個目錄 在我 我就是回過頭來 又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化 到底中國的文化是從哪裡來的 據我現在的看法和認知 中國最早最早的文化 就是我們有考據的 有實務考證的到商代 因為有加古文 商代以前 下到現在還沒有實務來證明 只是在史記上有 在歷史書裡邊有 至於皇帝了 唐咬語順了 只能說是神話到現在 因為沒有實務的證明 真正有實務證明的是商 因為在安揚加古文的出土 加古文出土以後 我們知道 我有一個老師是加古文專家 他研究加古文 我們知道研究加古文最早的是 有這個所謂四堂 他是四堂之一 他叫董作斌 董作斌先生是教我加古文 大學中教我加古文的老師 他是專門研究加古文 所以我給他學了很多關於加古文的事情 那麼他就列出這個商帝王的世系來 商帝王的世系 大體上和司馬遷史記說的差不多一樣 也就是說在漢朝的時候 漢武帝時候 司馬遷是漢武帝時代人了 就是到了漢武帝時代 司馬遷掌握的史料還很準 還很確實 因為後來加古文正名了 所以我們知道商朝是一個文化體系 可是商以後 所謂武王減商 武王到了周文化呢 確實是一個不同的文化 它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商文化是一個游武民族 就是商的京城租藝常常簽 從一個地方簽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簽 那證明什麼 證明他是游武 他在簽 他不會定住在一個地方 第二個就是說 在加古文裡邊 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祭祀的時候 他會殺一百頭牛來祭祀 或者兩百頭牛來祭祀 這個在農耕的社會裡面 不可能做這件事 因為農耕的社會 牛都是很寶貴的 都種錢用的 不會殺 只有游武民族 才可以殺大量的牛羊 所以 商是一個游武民族 是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 它的特點是 它的王位的繼承 是胸中弟弟 就是哥哥死了以後 不是傳給他的兒子 是傳給他的弟弟 弟弟死了以後 傳給一個更年幼的弟弟 因此這個弟弟都傳完了以後 如果還有機會才能傳給這個兒子 所以這個跟周文化完全不一樣 那周文化和商文化的差別在哪裡呢 周文化是一個有宗法制度的文化 是一個農耕的文化 所以我們知道 周朝 在這個周宋裡邊 在這個 《詩經》裡邊 周宋裡邊 有很多農業的詩 就知道 農業對周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個基礎 它已經不是游牧了 它是在一個地方 所以後來才會有孟子蘇的景天制度 所以景天制度 也就是說 你不可能移動了 你一定是 常住在同一個地方 才會有景天 而在同一個地方呢 才會出現社會制度文化的改革 就變成一個宗法社會 東法社會的重要在哪裡 就是長幼有婿 男女有別 同性不婚 還有低長子繼承制 這個都是周文化的特點 所謂長幼有別就是說 年長的和年幼的 絕對是區分得很清楚 年幼的服從年長的 長輩很重要 這個輩分非常重要 第二個 我們知道 在古代都是一夫多妻制的 一夫多妻制 就說 你可能有幾個太太 特別是諸侯 特別是有錢有勢的人 她更有很多的太太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她可以生很多兒子 生很多女子 我們知道 在繼承的時候 只有男性可以繼承 女性沒有繼承權 這也是宗法社會 是男女有別 所謂 在長幼有婿裡邊 就是建立了第一長子 什麼叫第一長子 就是第一個太太的第一個兒子 是最重要的 你比如說第二個太太生生了第一個兒子 第一個太太又生了一個兒子 比他小 那還是這個小的還是地長子 第一個太太的第一個兒子 是地長子 所以以後的皇位進程都是根據這個來的 都是宗法社會 所以宗法社會一個更重要的背後一個原因是什麼 我這時候有在研究中國古代的神話 所以因為大家都說中國沒有神話 很少有神話 不像西方 不像希臘 希臘有很多神話 在西方的國家都有很多神話 中國神話很少 可是中國也有神話 只是說我們把神話把它歷史化了 看起來不像神話 其實它是神話 我就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余順的神話 我們知道余順很奇特 他的父親叫古守 是個非常壞的父親 他又結婚生了一個兒子叫相 他喜歡相 而不喜歡順 所以他要千方百計的來迫害他的大兒子順 可是順呢 就非常非常的乖 你比如說 他讓他去修屋頂 讓順去修屋頂 然後他把梯子撤掉 讓他下不來 可是順只好用那個斗粒 像降落傘一樣的降落下來 所以沒有受傷 後來有一次 他讓他去挖井 挖井以後 他父親讓他挖井 他把井口給牽上 就把它悶死在裡邊 可是順呢 那個井幸好有個地道可以出去 還有跑掉了 可是順是這樣一個觀順的兒子 他父親是這樣一個可惡的父親 但是順呢 絕對還是愛他的父親 敬曾的父親 父同的父親 沒有二方說 這個是不是神話 這個不太合乎人情 不太合乎人情 人情是碰到這樣的父親 你就不理他好了 是不是 你要做兒子 你就走掉就算了 這樣的父親 可惡的父親 是不是 可是順不是這樣 所以還是要伺候他 而且對他的弟弟像 給他觀坐 順子天下的時候給象觀坐 別的人都看不過 說這個象這麼壞 從前迫害你的 他說 我對他有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神話 為什麼會有這個神話 這個神話在強調什麼 周文化 是因為順子的時候 順子是一個神話裡面 到底有沒有順子 不知道才過去 所以是在周文化裡面 形成的這麼一個仙人 一個榜樣 這個榜樣來說明什麼 說明笑 說做人子的要笑 不管你的父母怎麼對待你 不管怎麼壞 你都要笑他 沒有二話說 這是什麼呢 中華社會裡面強調 中華社會裡面強調 第二個神話 我是說江太公的神話 為什麼江太公 江太公在史記裡邊 有他的傳記 是不是 有他的世家 江太公世家 你想 江太公是周文王 在年紀很大的時候 出去打獵 遇到江太公 遇到一個長子老 太公 一直談 給他講話 覺得他很有謀略 就把他載回來 稱他上師 稱他老師 文王已經年紀很大了 那江太公稱江太公老師 他是文王的長者 他是不是應該比文王年紀更大 文王是 文王是95歲才死掉 可是江太公沒有死到 江太公要比文王大十歲的話 他應該一百零五歲 或者大五歲也要一百歲 可是這時候 江太公還要輔佐武王 去罰政 最妙的是 史記裡邊記載 武王 派江太公 派江太公 率領一百個武士 致師 打遷風 你想 一個一百歲的老頭 有沒有能力 率一百個武士 去大衝鋒 打遷風 這個實在 寫世紀的 司馬遷怎麼會 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呢 所以我們會想一下 為什麼司馬遷會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一個一百歲以上的老人 還可以率領武夫 在衝鋒陷陣 那時候可真的是衝鋒陷陣 或者騎馬 或者步行 都是衝鋒陷陷 都是要體力的 是不是 他難道沒有想到 這個老人有這個體力嗎 這個也可以說 我們看到很多武俠小說 這種武俠小說一直到現在 包括金庸也好 誰也好 寫老人的武功還是很高強的 對不對 如果兩個年輕的人打 打輸了以後 他就回去班老師 那老師都是老頭 老太婆 可是 約老武功越厲害 是不是 約老70歲沒有80歲的厲害 80歲就沒有90歲的厲害 這個非常的不合自然之理吧 不合生理結構吧 我現在年紀大了 80多歲了 我就知道 你讓我給一個40歲的人打架 或者給20歲的人打架 怎麼可能呢 我怎麼能有這個力量 來給他打 不管我太極拳打得多麼好 都沒有用啊 是不是 年齡有這個限制 為什麼 在中國文化裡邊常常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 我就想 說一個新的說法 我說這個叫做老人文化 老人文化 不是說這個文化老了 而是這個文化是以老人的觀點和觀念和感受來影響別人的一個文化 所以中國文化從周文化因為中法制度的關係一定要尊重老人 也就是說在一個家庭裡邊尊重最老的那個男性 那是誰 祖父嘛 祖父死了就是父親嘛 是不是 在一個家庭裡邊他的領導者自然就是一個最老的男性 那麼投射到國家 投射到整個的社會上就是一個君王制 也就是皇帝是老大 他是說了算 家庭裡邊是祖父做領導 國家裡邊是皇帝做領導 皇帝也是帝章子 所謂帝章子就是年紀大的來領導 來領導年紀青春 所以這種老人文化的師爺 一直籠罩了中國文化數千年之久 那麼它跟文革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 所以有人說 我聽到那個也是大陸出來的一位學者叫新浩年 他就說在清朝以後有三次伏辟帝制 第一次是袁世凱伏辟失敗了是不是 第二次是張勳伏辟也失敗了 第三次是毛澤東伏辟 成功了 成功了 因為毛澤東這次的伏辟是 以革命之名伏地之之實 為什麼他會成功 因為就是在中國人的心靈裡邊 還是有老人文化在裡面 還是要尊重這個家副長 尊重一個有權勢的人 像家長一樣的崇拜他 所以文革時候才會說 爹親娘妻沒有毛主席 那是什麼 把毛主席抬到父母之上 那是誰呢 皇帝吧 是不是 在一個革命政府裡邊 怎麼可能有這種情形 在一個民主政府裡邊 怎麼可能有這種情形 不容許 那為什麼 共產黨在統治大陸以後 會出現這個現象 不是完全共產黨要這樣做 是中國潛意識裡邊 中國全部人民潛意識裡邊 有這個老人文化的根底在那個地方 有這個老人文化的影響在那個地方 尊重老人 尊重有權威的 尊重家副長 尊重皇帝 所以這個原因 才是共產黨不能實現它革命的諾言 共產黨原來革命的時候 是推倒國民黨 第一個是說 國民黨倡物腐化 共產黨先清廉 可是現在清廉嗎 很難說吧 第二個就說 國民黨一黨獨裁 一黨專政 我們要革命 要推翻你一黨專政 要給人民平等和自由 可是共產黨拿到政權以後 是不是也是一黨專政 是不是比國民黨一黨專政 還要一黨專政 是不是 那另外一個就說 在國民黨時代 他說人民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機會結社自由 可是你看看努勳寫的文章 都是在國民黨時候寫的 影響那麼大 國民黨拿它怎麼樣 沒有辦法 不止他 郭文洛也是 國民黨直接罵蔣介石的人 蔣介石抗戰的時候 還不是原諒了他嗎 還不是又讓他做這個宣傳 他兄弟兄長 是不是 所以 可是 共產黨在執政以後 能不能這樣做呢 沒有 沒有 知識分子都變成臭老酒 所以這種情形你比較起來 它是不是復辟呢 我覺得 新浩年說的沒有錯 他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復辟 中國的傳統朝代的帝王時代 復辟回去 而在名義上加一個革命的外衣而已 可是他做的事情 他所做的行為 他個人對自己的看法都是帝王師的 你看他寫的詩詞就可以看到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青行漢武都不在他的眼中了 是不是 蜀蜂六人物全看今朝 今朝就是他自己 是不是 他這種的看法 都代表了他自己也把自己看成一個帝王 而不是一個革命家 不是一個政治的 有時間限制的一個領導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可以為所欲為 沒有人可以干預他 古代的帝王 還有律師大夫 還有人見證他 對不對 特別是最近我看到大陸牌子 爭官之治 還有魏征 魏征和黎世民的關係 魏征是專門批評黎世民 黎世民都沒有辦法對他 並沒有殺他 也並沒有責罰他 所以才造成了爭官之治 可是在中國這麼長遠的歷史上 我們說來說 這些也就是漢朝有個文景之治 唐朝有個爭官之治 此外還有什麼 全部都是暴虐的帝王 多半都是壞皇帝 沒有什麼好皇帝 所以中國在清朝以後 孫中山所實行的國民革命 是要想追求向西方 作為借鑒的這種民主制度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共產黨是伏辟了 那為什麼在毛主席以下 這些人像劉少奇也好 周恩來也好 都副手聽命 這都是潛意識裡邊的老人文化 還有老人文化 有一點長幼有序的意思就是說 幼年的人服從無條件的服從年長的人 這個幼有的時候不一定是年齡 有的時候是地位 也就是你地位幼 你地位低的要服從地位高的 沒有辦法 心理上有這個潛意識 所以中國人民有這種潛意識 而又有領導人自私為帝王 變成一拍即合 而造成了不但是文革 在文革以前都看出這些征兆了 都看到這些中國社會的現象 不過是文革借了一個機會把它推到極致 我想文革也就是所謂的帝王思想 這種專制文化的一種極致的表現 也不能再往前推了 這就是我學社會學以後才能夠了解的原因 就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它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 是有一個群眾有一個集體的潛意識或者無意識 在配合它 在配合它 使它能夠為所欲為 所以這本書我是主要的寫中國社會的基層架構 其實也就說明了文革如果理性的分析的話 它有社會的原因 當然這本書裡邊還更複雜還有別的問題 別的問題我就不能談了 那麼第三本書呢 是 這本書也有兩個完美 是《大陸我的困厚》 那為什麼又寫了這本書 這本書也就是說 我在1981年很幸運地受到南開大學的邀請 到大陸去講學 我上次已經說過 因為在南開大學講學的時候 非常受到歡迎 所以大陸教育部又請其他的大學 當然不是其他的大學 自動一定是教育部下的命令 要請我去繼續講 所以我本來是一個月 就延長了四個多個月 就是從南開講到北大 從北大講到山東大學 從山東大學講到福旦大學 講到南京大學 講到南京大學 講到好幾個大學 但是在北京的時候 也給許多其他的機構來開過座談會 我都已經開過了四個月 像人民藝術劇院 像人民藝術劇院 像音樂學院 還有戲劇學院 中央戲劇學院 我都去給他們 還有示範大學 去開過座談會 我這四個月之中 除了講學以外 主要的我是觀察 我觀察中國社會有什麼改變 可是我心裡真的很難過 改變太大了 給我過去 因為我剛剛說過 我有一度到北京去 雖然時間很短 進來零線以後 步行到千金到北京 然後在北京又念書 在北京念書那個階段 我真的愛上北京 那為什麼愛上北京呢 第一個 北京的風景非常美 北京的風景好 有水啊 有義和園啊 有這個故宮啊 有會古籍名勝這麼多 你看就看不完的 最重要的是 北京的人情味非常的濃厚 我說人情味什麼濃厚 因為北京是幾百年的帝都所在 文化非常的高 它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因為後來我知道 香港上海都是大城市 差遠了 跟北京差遠了 為什麼 香港上海台灣 台北這些地方 都非常的排外 你一個不會說本地話的人 到香港你不會說廣東話 到上海你不會說上海話 會被人排擠 你去買東西 地茶都另眼看待你 北京就都不會 北京南江北調 他都接手 而且都和言悅色 那北京做生意的人過去是怎麼樣 你一進門就遞煙遞茶 不管你買不買 都要謝謝光臨 謝謝光臨是現在的一個話 可是那時候就有 就是說一些客套話 就是好言相送 不要像上海你不買東西 他看你一眼還罵你 所以這些都市 我都居住過 當然我知道 所以我在北京 我是山東人 主要在濟南 但是我覺得北京勝過濟南 因為濟南人沒有這樣文明 濟南人對人沒有這樣客氣 只有北京人對人客氣 文明 而且友善 就是表示到 而且又有幽默感 他會說些笑話 那北京人說笑話 都不是罵別人 都是挖苦自己的 所以這個是高度文化的表現 我只發現說兩個城市有勇默感 一個是北京 一個是倫敦 北京人很會說笑話 有勇默感 英國的倫敦人也很說笑話 也很幽默 這是兩個地方 我經驗到的有高度文明的地方 高度文化的地方 所以非常的吸引人 希望住在那個地方 可是不信了 不能住在那個地方 可是81年我到北京的時候 完全變樣子 我在大陸的困惑裡邊 也就講了種種的我的觀察 所以我上次已經說過 你買東西 我去買橘子 他說橘子是酸的 請你不要買 或者是你買了一把栗子 他沒有東西給你包 讓你抓到手裡 而且找錢的時候 那個小姐把錢往櫃檯上一丟 你要自己一個一個去撿 所以這許多的行動都非常不友善 那為什麼不友善 他心裡難過 他自己心裡不舒服 他不需要向客人表現友善 所以怎麼會造成這個地步呢 這就是我的困惑 當時我的困惑 還有我在北京看到 我到親戚朋友家裡去拜訪的時候 走那個樓梯間 怎麼都是黑的 我說怎麼沒有一個燈啊 那個外面光線進不來 裡面穿的是黑的 沒黑的 那我親戚說 不能裝燈泡 裝了燈泡就被人偷掉 不偷掉就給你打破 偷不掉的就給你撒破 所以後來乾脆不裝了 有很多奇怪的現象 我也看見 我有一媽她做了一件很漂亮的棉袄 紫顏色的 紫花的 過年嘛 穿上 可是她外面照了一個很糟糕的藍色的掛 我說你這麼漂亮的棉袄 怎麼不穿出來 她說不行啊 穿出來人家會說話 所以照起來 我說照起來不等於沒穿嗎 那照起來乾脆不要穿就好了嗎 所以這個都很奇怪 那我有一個表弟 他也是這樣 他自己做了一個沙發椅 很好的布料 做了沙發椅 然後他又做了一個很糟糕的布料 把它蓋起來 照起來 我說你這個照起來是臨時的 還是永遠的 他說當然是永遠的了 我就說 那你那個很好的布料在底下 是做什麼用的 永遠都看不到嘛 他說我沒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許多現象 怎麼會造成這種很別扭 很奇怪的一種心理啊 我當時就說 我的困惑實在太多了 我都回到自己的國家 完全不認識我的國家 不認識我的文化 不認識他們在做什麼說什麼 所以這個 就是 最後 我就說 是不是文革造成的呢 是不是文革造成的呢 我就問這句話 當然文革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好 我就是 先講到這裡 謝謝